为了帮弟弟买婚房 姐姐被人怂恿铤而走险 周琴通过窃取公司的财物 获利了15万元 姐姐侵占公司财产 罪行败露后又想出一招 姐弟俩设计好了 通过放火掩盖周琴罪行的计划 姐弟俩携手犯罪 这对被亲情蒙蔽双眼的姐弟 将面临怎样的刑罚 美帮弟弟去放火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2018年12月的一天深夜 南方某公司的仓库突然着火了 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公司值班的员工一边报警 一边救火 消防救援部门赶到现场以后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大火终于被扑灭 消防员就开始对起火的原因 进行勘察并统计经济损失 在火灾的现场有数个起火点 但是仓库里除了天花板上 有照明灯以外 没有其他的电源和明火设备 因此消防部门就认定 起火原因是人为纵火 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达两百余万元 如果算上公司为生产 要重新采购原材料花费的时间 和运输成本 那公司的实际损失 远远不止两百万元 鉴于本案是人为纵火 警方就对案件立案侦查 仓库门锁没有被撬的痕迹 而仓库的钥匙 又只有管理员和主管周琴持有 所以他们自然成为警方的侦查对象 但是调查的结果 周琴和仓库管理员都没有作案时间 周琴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多年 深得公司领导的信任 他在接受警方询问后 向公司提出了辞职请求 表示由于自己的工作实质 导致公司蒙受了经济损失 愿意引救辞职承担责任 本月的工资和全年的绩效奖都不要了 董事长听了以后表示 公司是相信你的 警方的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 你不用辞职 将来警方抓住了人 谁干的坏事谁承担责任 但是周琴坚持辞职 说我辞职也是替公司考虑的 公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 如果没有人承担责任 大家会认为工作好坏无所谓 反正公司不追究责任 因此我觉得 不适合再继续干下去 周琴虽然辞职离开了公司 但是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仓库着火和报警的人 是周琴的弟弟周雷 可周雷却说 不知道仓库是怎么着火的 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那么这火到底是谁放的呢 姐姐周琴辞职已经叫公司的董事长心里有些纠结 现在得知是他的弟弟周磊 首先发现了火灾 并且及时报警 才使得公司的全部财产没有被分毁 所以周磊对公司是有功的 于是董事长就召见了周磊 对他的行为给予了表扬 并且说公司准备给他发奖金 但是董事长万万没有想到 周磊竟然明确表示 公司的奖励他不能接受 同时他也要从公司辞职 董事长听了以后感到非常不解 周磊就解释说 我姐周琴管理公司的仓库 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公司这个时候在奖励我说不过去 董事长听了以后不同意 你姐是你姐 你是你 公司要赏罚分明 为什么不可以 周磊说 报警救火是我职业班的一个职责 不应该进行奖励 我姐现在已经辞职了 大家看我的眼神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我也没脸在公司再干下去了 所以我也要辞职 董事长听了以后惋惜道 你们姐俩都是公司的好员工 我确实舍不得你们离开 但是如果你们执意要走的话 那我也理解你们的想法 最后 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 就这样 因为公司的一场火灾 周磊姐弟俩失去了多年的工作 既然姐弟俩都是公司的好员工 在火灾原因没有查清之前 为什么要急着离开公司呢 这其中的奥秘 我们还要从弟弟周磊的婚事说起 周磊和周磊年龄相差八岁 他们的母亲早逝 父亲呢 常年外出打工 是姐姐周磊一手把弟弟周磊拉扯大 周磊在初中的时候 他就辍学了 出去打工挣钱 扶持弟弟读到了职校毕业 周磊在公司担任中程领导以后啊 就把弟弟周磊也介绍进公司工作 姐弟两个工作和生活互相帮衬 他们的生活平时而幸福 但是只有一事让姐姐周磊为弟弟着急 因为周磊啊 他凡事依靠姐姐 所以独立性比较差 成年以后谈过几个对象 人家一看到他家境不好 自己又没有远大的抱负 所以相处几天呢 他就催了 2017年的时候 周磊又谈了一个对象 女孩子对他也十分满意 周磊就告诉了姐姐周磊 周磊听了以后啊 别提有多高兴了 因为弟弟已经年近三十岁了 他成家立业 是姐姐最大的愿望 不料啊 一天周磊却愁眉苦脸地 告诉姐姐周磊 说我女朋友谈不下去了 周磊听了以后大吃一惊 你们不是挺好的吗 周磊就沮丧地说 我女朋友的父母说 先买好房子才能结婚 周磊听了以后啊 顿时无语 买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女方父母如果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那弟弟的婚事就等于黄了 弟弟周磊走了以后啊 周磊就和丈夫商量怎么办 丈夫听了以后两手一摊 这个事还能怎么办呢 谁也帮不了他呀 只能以后再找对象了 周磊听了以后啊 心里更难过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弟弟找对象会越来越难 在这个世界上 自己只有父亲和弟弟 两个亲人了 现在弟弟急切地需要帮助 他却无能为力 姐姐周磊呢 陷入了痛苦的自责之中 由于姐弟俩在同一家公司工作 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 尽管弟弟周磊很伤心 但是他表面做出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姐姐周磊看了以后啊 犹如自己心里 被刀子割了一般的疼痛 弟弟这么懂事 自己却无法帮助他 所以周磊就不由地暗下决心 一定要让弟弟成家立业 就在周磊苦于不能帮弟弟买房之时 供应商老赵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你可以利用你的职权 从仓库搞点货出去 赚的钱咱们俩平分 亲情最终战胜离智 周磊接受了老赵的建议 通过窃取公司的财物 获利了15万元 给弟弟交了房子的守护馆 弟弟婚房终于买了 周磊却突然接到仓库盘点的通知 他该怎么办 美邦弟弟去放火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时间一晃啊 过去了两个多月 一个周末 姐姐周磊给弟弟周磊发短信 让他休息日 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看房子 周磊收到这个信息以后 他非常惊讶 尽管自己从小到大 姐姐对她的要求总是全部满足 但是他也知道 买房子这件事 姐姐真帮不了他 因此他心里 已经做好了和女朋友分手的准备 现在姐姐突然通知他去看房 惊喜之余 他马上就给姐姐打电话问 姐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 你哪里弄来的钱呢 如果我带我女朋友去看了房子 最后又买不了的话 那肯定我这对象就黄了呀 周磊听了以后笑着告诉他 你别问那么多了 到时候你们来就行了 星期六上午 周磊带着女友 按照姐姐周磊给的地址赶了过去 到了以后啊 周磊就领他们去看了一套 两室一厅的房子 建筑面积有八十多平方米 看了以后啊 那周磊吃惊的是目瞪口呆 女朋友啊 喜欢的是合不拢嘴 周磊啊是一肚子疑惑 他急忙把周磊拽到了一旁 问 姐 我手上的钱只能还几期房贷 你真能买这套房子啊 周磊笑着说 你喜欢的话就买下来 姐啊 这么多钱你哪来的呀 周磊拍拍他的肩膀说 钱的事你不用管 告诉我满意不满意就行了 周磊和女友啊 对房子是非常满意 所以姐姐周磊当场就以弟弟的名义 签订了购房合同 并且支付了十五万元的预付款 签订了购房合同 弟弟周磊对姐姐的感谢无以言表 周磊顺利结婚并搬进了新房 幸福的生活展现在他的面前 但是周磊没有想到 他的幸福生活竟让姐姐踏上了人生歧途 在本案案发前的一天 周磊小声给弟弟周磊打电话 让他晚上来家中见面 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当天晚上 周磊急匆匆地赶到了姐姐的住处 一进门 他就发现不一样 姐夫和孩子不在家 姐姐满面愁容 而且还拿出了白酒 让周磊陪他喝酒 开始的时候 周磊以为姐姐和姐夫生气了 还准备替姐姐出头 谁知道两个人喝着喝着 周磊竟然哭了起来 周磊急忙问 怎么回事 周磊哭着说 我闯祸了 周磊问 姐 你是不是和姐夫吵架了 周磊说 没有 你姐夫已经不管我了 说我的事 我自己解决 原来周磊被任命为 公司的仓库主管以后 公司每年有几千万元的进出货 都归他管理 因此 他也接触了不少公司的供用商 在互相熟悉了以后 一个叫老赵的供用商 私下就对周磊说 你们公司管理不严 你可以利用你的职权 从仓库搞点货出去 然后我卖 卖了以后 赚的钱咱们俩评分 周磊听了以后 当即言辞拒绝 说公司让我负责仓库 是信任我 我要对得起公司的信任 做人不能见钱眼开 违背良心的事不能做 更何况 我家的收入完全能够 维护我家庭的正常开支 所以我坚决不干违法的事情 就这样 周磊拒绝了老赵的蛊惑 但是后来 在弟弟周磊买不了房子 不能结婚的情况下 姐姐周磊就开始 日益为弟弟的婚事发愁 觉得如果不帮他成家立业 自己就对不起母亲的在天之灵 自己的一辈子也不会安心 周磊工作时候 他忧心忡忡 被供应商老赵就看了出来 结果这个老赵就用话 套出了他的心事 然后就怂恿他 说这个事不难解决 你只要从仓库按照我的意思 搞点东西出来 我卖了咱俩一分钱 你弟弟买房子的钱不就有了吗 过去周磊对他的建议是嗤之以鼻 今天却听了以后心动了 公司几年来没有盘点过库存 这实际上给了周磊一很大的一个空间 如果这个时候弄点物资出去 卖了以后 先解决弟弟买房子的燃眉之急 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屏障 那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这种事情一旦败露的话 那也是要坐牢的呀 老赵看出了周磊的心思 小之一离洞之以情地劝说周磊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最终周磊对弟弟的感情战胜了离制 他决定为了弟弟挺而走险 于是啊 周磊就私下开了出门单 老赵呢就把货物弄了出去 老赵把货物卖了以后 分了一半钱给周磊 就这样两个月下来 周磊通过窃取公司的财物 获利了15万元 他给弟弟交了房子的首付款 并且欺骗丈夫说 这些钱都是他向别人借的 将来弟弟挣了钱以后 他自己归还 由于公司一直没有发现 周磊和老赵的违法行为 所以周磊和老赵啊 他们就开始持续的 不断的窃取公司的财物 这样的话 把他弟弟的购房款呢 慢慢就全部凑齐了 然后呢周磊就准备 收手不干了 随时就在这个时候 周磊突然接到了通知 公司年底要盘点库存 为制定明年的生产计划 做准备 周磊得知以后啊 他大吃一惊 公司一旦清点库存 他干的坏事就必然暴露 怎么办 周磊呢是心急火燎 他急忙给老赵打电话 让老赵赶快想办法 把弄出去的货物先买回来 等公司检查完以后啊 再想法把这货物弄出去 老赵从来以后啊 一口回绝 说我没有那么多资金 周磊 你自己想法瞒住公司 而且还警告周磊说 咱们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到时候 如果你要揭发我的话 我也不会认账 随后啊 这个老赵就和周磊 切断了联系 这一下子啊 周磊抓瞎了 无奈之下啊 他回家只好向自己的丈夫 坦白了自己坚守自盗 求丈夫帮自己想想办法 丈夫冲了以后啊 他暴跳如雷 骂周磊无视法律 眼中只有亲情 说你自己坐牢不要紧 你还会影响我全家和孩子 丈夫啊一气之下 带着孩子就回了奶奶家 让周磊自己解决 他自己干的这些坏事 周磊没想到自己的婚房 竟是姐姐周磊犯罪所得 他劝姐姐自首 姐姐却想出了一个主意 姐弟俩设计好了 通过放火掩盖周磊罪行的计划 姐弟俩本以为放火计划天衣无缝 警方却通过搜集证据有了重大突破 周磊统计的损失报表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被烧毁的货物 实际上并没有存放在着火的区域 真相大白 周磊却辩称 他侵占公司财产和放火行为 具有牵连关系 不应当恕罪并罚 那么周磊的犯罪行为 是否应当恕罪并罚 伪帮弟弟去放火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就这样 周磊成了孤家寡人 现在没有人可以依靠了 所以他只能让他的弟弟帮自己 于是他就打电话 让弟弟周磊到家商量怎么办 周磊听姐姐讲了这样一番的故事以后 他的心里也十分恐慌 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婚房 竟然是姐姐犯罪所多 听了这番话以后 你说他还有什么良策 他也没钱去把那些 卖走的货再买回来 所以他就劝姐姐周磊 你去自首吧 而且还说我可以把房子卖了 把这个钱退给公司 争取公司的谅解 周磊听了以后摇头说 钱太多了老赵就拿走了一半 你把房子卖了也填不上这个窟窿 我就是去自首了也要坐牢 周磊一听急忙问周磊 姐你有什么主意 周磊看着弟弟说 咱们放火把仓库烧了 到时候把东西烧没了 公司就查不出来了 周磊因为他过去凡事都是依靠姐姐 现在姐姐有难他又义不容辞 所以他听了周磊的主意以后 他就拍着胸脯对姐姐说 姐啊 这事我去干 你把仓库钥匙配一把给我 就这样 他们姐弟俩设计好了 通过放火掩盖周磊罪行的计划 案发的当天 周磊趁着自己在公司十夜班 晚上就偷偷起床 潜入了公司的仓库 他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引燃了仓库 导致了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的 仓库大火 周磊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还假装是第一个发现仓库着火了 他大声呼喊值班的同事起来救火 并且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随后呢 这姐弟俩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 先后从公司离职 想溜之大吉 周磊和周磊 本来以为他们自己做的事是天衣无缝 一场大火以后 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你说烧了多少财产 就烧了多少财产 所以他们庆幸自己能够全身而退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警方并没有中断对案件的侦查 通过不断地搜集证据 注意到他们姐弟俩 不同寻常的离职行为 经过对仓库的再次勘查 警方发现周磊统计的损失报表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被烧毁的货物 实际上并没有存放在着火的区域 也就是说这些货物并没有被大火烧毁 那么周磊为什么又把它统计在损失的报表上呢 毫无疑问 周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什么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的手段还发现 弟弟周磊在仓库着火之初 先给姐姐周磊打过一个电话 但是在警方询问他们姐弟俩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做如实的陈述 那按照正常的逻辑 如果周磊发现公司的仓库着火了 他第一时间应该报警 为什么他先给姐姐打电话呢 警方对周磊和周磊的经济往来 又进行了调查 结果就发现周磊通过他自己的银行卡 给周磊陆续做了大额的转账 这和周磊的实际收入完全不相符 那这一系列的证据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它印证了火灾背后 隐藏着周磊姐弟的职务犯罪嫌疑 于是警方就决定对他们姐弟俩进行传唤 周磊和周磊被传唤到公安机关以后 他们也知道躲不过去了 就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交代了共犯老赵 警方为此案也将老赵抓捕归案 并且为企业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 鉴于周磊 周磊和老赵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经过侦查审查起诉 三名被告人站在了当地基层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 法庭上检查机关指控被告人周磊 利用职务便利与老赵勾结侵占公司的财产 并指使弟弟周磊放火掩盖犯罪事实 周磊是主犯 他和老赵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他和弟弟周磊的行为构成放火罪 应当恕罪并罚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三名被告人对于检查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意义 但是被告人周磊辩解说 他放火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 因此侵占公司财产和放火行为具有牵连关系 应该按一个罪处罚 不应当恕罪并罚 那么被告人周磊的辩解是否成立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宿罪并罚和牵连犯罪的区别 我们来看一看啊 什么叫宿罪并罚 宿罪并罚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 行为人犯了两个以上罪行 分别定罪量刑 并且在合并宣告执行的刑罚 那么什么是牵连犯呢 牵连犯是指 行为人实施了某一个犯罪 但是犯罪手段或者犯罪的结果 又触犯了其他的罪名 比如讲 行为人为了诈骗 他撕克了公司的印章 所以他诈骗和撕克印章的行为 分别构成了我国刑法上的 诈骗罪和伪造公司印章罪 由于撕克印章与诈骗行为 他们两者之间是有牵连关系的 就是我们讲牵连嘛 要克了张才能代表一个公司嘛 所以呢在处罚的时候 像这种牵连犯罪 不按照两个罪处罚 而是按照哪一个罪的重 就定哪一个罪进行处罚 那么从刑法规定看 诈骗罪比伪造公司印章罪要重 所以就按照诈骗罪进行处罚 这就是法律讲的牵连犯罪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叫从一重罪处断 讲到这儿我们就知道了 牵连犯和宿罪并罚 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后 这个行为是判一个罪 还是恕罪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看这两者 是独立的犯罪 还是牵连的犯罪 就本案而言 周勤放火 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 而不是为了职务侵占 所以他的职务侵占行为 应该说在放火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嘛 因为公司要查账了 他害怕暴露 因此他才去放火 由此可见 放火行为和职务侵占行为 是没有牵连关系的 所以他辩解说 这两个行为有牵连 按一罪从众处罚 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他的犯罪应当恕罪并罚 经过法院的审理 充分听取了各方意见以后 法院以职务侵占罪 判处被告人周勤 有期徒刑三年 以放火罪判处其 有期徒刑十一年 恕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 被告人老赵犯职务侵占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被告人周勤 以放火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 一审宣判以后 三名被告人都没有上诉 周勤周勤姐弟 被送到监狱服刑 但是他们在服刑期间 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换句话讲 这个姐弟俩是不能相见的 在服刑期间 他们各自的配偶 都提出了离婚的诉讼 法院到他们所在的 劳改场所 开庭并判决他们离婚 周勤和周磊的父亲 在得知自己的一对儿女 锒铛入狱的消息以后 病情加重 离开了人世 这姐弟俩就成了 望断天涯的亲人 观众朋友 情与法是人生的一道选择题 当亲情和法律 发生冲突的时候 孰先孰后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都要有一把正确的尺寸 周勤和周磊 正是因为亲情 埋没了理性 从而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 最终 不但害人害己 也让亲情 成为空谈 如果周勤足够理性 就不会为了弟弟 以身释法 如果周磊 面对选择 坚持出心 也不会毁了自己的一生 本案的教训 十分发人深信 好 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栏目公众号 再见 您在草丛里发现一个行李箱 打开一看 竟是一具尸 警方找到扔掉行李箱的人 他却斩钉截铁地说 自己扔的是毒品 真正的抛尸者浮出水面 他说女人的死 他无关 那他又为何要用这种方式 处理尸体 行李箱里的女人 下期播出